Hello, 大家好, 又是Ivan, 来到五仔女春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理财、财经的资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着我 小弟, 落不思熟, 现在在欧洲还在玩 上次, 惨了, 被陈怡走掉了 找不到陈怡的蹤影 麻烦大家看看, 欧洲方面有没有人见到陈怡 是不是真的像别人所说 在日本, 拿着BNO 去逃离英国 暂时在英国还未见到他 不要紧的, 小弟又去, 发觉西班牙玩 刚刚今天是西班牙的国庆 普天同行, 很多人在海边玩 麻烦大家看看影片有没有用你的人肉收索 看到陈怡的蹤影 很容易看, 高高大大是什么 他说自己很瘦, 大家看看有没有 好了, 我想和大家跟进 我一直跟进的很贴的 就是JPEG 这宗案件 最近有一群苦主 找了立法会议员 吴杰庄, 希望他们帮忙 找警方, 联同不同部门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从集体诉讼方式 可以追逃回他们的很惨很惨 没有了的款项 基本上, 现在暂时来说 截至10月12日为止 总共2560人报警 涉款15.7亿, 厉害了 但我听到很多人都说 绝对不知道这个数 肯定是逆逆声 暂时还有28个人被捕 当然, 我相信还有更多人 涉及帮忙去调查 不知道找到肥子 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 会谈到 究竟陈怡 为什么被人说 你欺骗人 有些父子说 你欺骗我的钱 最近有加密炮的创办人 有出来开声说 也有些人被捕 所以今天的内容非常丰富 希望大家听到最尾 帮忙看看有没有陈怡 希望大家给大家感谢 和分享 吴仔这个频道 JPEG这案件 由149名苦主主 主动联络了 一些立法会议员 暂时有很多钱被冻结 看看有何方法 用民事索償形式 追讨款项 这149人 统计有4成8 就跟着Kengarroof的代鼠入金 去买这些加密货位 买JPEG的加密货位 其次有2成6 透过CORNER 之前有一个女的网红 去买的,叫陳的 另外还有一个冬季的 蔡晓冬 有2成4 经过他的平台买 亦有1成8 和1成2 经过陈仪 和林作的平台 去入金 去买 或者经过他的曲 那些带马 那些苦主 他们就说 其实他们 如何接触JPEG 当初也不太懂 有些是因为 真的听他们的宣传 一些网站的宣传 一些KOL介绍 变了他们这些苦主 就学了这些东西 甚至是 参加了一些课程 中了这些犯罪集团的圈套 其中一个苦主 A苦主 就说 他最初也是透过加密炮 即Keypto 我不懂读 KeyptoSip 就认识了JPEG 其实这个加密炮 就由陳小龙 即Solomon Chan 举办很多的讲座去认识 其实最近 这个陳小龙 他就说 之前10月8日 已经保释 外出了 获准保释 接着就说 没有被起诉 他自己说 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究竟JPEG 当初有没有发牌 他说自己不知道 有没有发牌 你也不知道 那你就帮别人 宣传这个平台 真的很搞笑 所以他陪同两名律师 最近有记者会 公布自己的 言方 就说他自己和他的同事 損失了八位数字 八位数字多少钱 九十八千万 也不少钱 一千万 厉害 说到自己是父主 如何尽量 如何尽量 为父主 如何尽量 讨回公道 亦如何跟别人 划清界线 又说自己公司 为什么 不用自己的名字 现在 用自己的名字 用一个名字 叫牛的台湾人 去挂名字 去旁边的 David 是他的律师 都立即说 这些事不方便说 暂时 所以 基本上 他们最高峰的时候 有100个学员 在学习 如何卖这些加密货币 很厉害 当然 课程刚刚开始 肯定没有跟你说 经JPEG 学习了很多这些 加密 网络3.0 去中心化 之后 叫你如何入签 JPEG 间接介绍 当然 现在他的报名人数 大跌了九成 当然 只剩下王国一间分店 大部份 都停止营业 所以 今次 有些 傅主 A 他说 跟导师学习 最终 他损失了10万元 暂时不算是特别多 但他说 原来要上这堂 要交学费 要交多少钱 交成12000元 真的 你交成1万多元 去学习这些东西 学不到东西 还要虚钱 还被人骗 他自己都觉得非常痛心 露斥 原来那些老师 是困我 事后还要归宿 所以 大家都要非常小心 我自己 不要乱去收钱 学习什么 当然 你买我本书 可能是几十元 几百元 最多是这样 如果有人选择 或者不选择 买 不选择就算 没所谓 基本上 我大部份 很多的资讯 都会在 不用这个平台 或者我自己 李比老板做退休的 YouTube 告诉大家 对于很基本 很基础 关于海洋空三军的投资策略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大路 即是降龄式的投资策略 这些都是非常正路 很多人都投资学 一定要学到的 一些比较可数学 科学的方法去投资 不要把所有鸡蛋 都放在同一个栏 那你就 就好像刚刚这个 虎主A所说 就 真的很惨 就是说 老师跪宿 要走老 好了 另一个虎主B 他就说自己 损失成过百万 每晚都睡不着 为什么这么惨 原来他透过林作 入金 他当初非常相信 这个林作 他觉得林作是一个 前大律师 我所说 其实他真的不是律师 人家执业都没有执到 是不是 执事有去分 林作 也是做过一些 一年半年律师 是不是真的 就是跟青鸿 是不是 但是真的 真是丢架 所以 他自己觉得 跟这些 千阴大律师 就说 不会有错 那么惨 这些就是 纯上权威 是不是 基本上 林作他也不懂加密货币 是不是 林作之前宣传自己是怎么样 嘩 就是什么加密货币 教父 是不是 那就惨了 人家也不是读这些科 是不是 不是读电脑 也不是读这些 电子科技 什么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些更加不是 所以他这个副指标 说 不会有错的 跟去没有死的 就被林作 游说了 把银行的存款 把银行的存款 放进JPG 林作就声称 平台说 很稳固的 放钱进去 比做银行定期更好 当然不是 对吧 坦白说 这些风险一定是很高很高的 无论你听我 一向都说 或者吴仔都说 喂 如果这些高风险的投资 就是数码 货币的东西 虚拟资产 最多 几百元 几千元 输了 你就打算输了 没有就没有了 一定是这样的 我说 开空三军一些 一定是空军 一定是最高风险的 所以 千万不要躺身 讲过很多无限次 唉 所以我身边 也有一些亲戚 是埋了 唉 但你没办法 这一圈 他好像穿了魔 很难劝 对吧 所以 千万不要乱信 这些东西 这个呼珠B 继续说 世事难料 最终原来 損失了一百万 即言 幸好还有家人照顾 不是 还有家人要照顾 不是被人照顾 所以他现在 每晚都睡不着 真是当场 真是痛哭 唉 真是 所以 这些纯相权威 就不适合 这些东西 无论 不用说 Ivan Sir 多聪明 也好 你都要知道 我自己所说的 有没有分析过 有没有道理 你要看一本书 想清楚 你才会很乱去投资 我亦都不会乱去叫别人买什么 对吧 一定要自己去 深思熟内 自己知道如何 做到最好的事情 才去 慢慢去想清楚 不是胡说 别人说 做什么 最基本 投资是什么 这个世界 有什么 动产 不动产 哪些股票 应该行 不应该行 或者 甚至我自己 我股票也不太行 就是买很少 可能你说 退休一定是靠收息 无论是定期也好 储蓄的产品也好 或者是一些收息的基金也好 你都要知道 究竟哪些是适合 哪些是适合 就算你说 政府的债券 绿色债券 银色债券也好 你都要学会如何去买 对吧 你都要知道 mecanism的结构是如何 到期拿回本 还是中间取利息 都可以卖出去 那你一定要知道 就清楚了 所以就别人说 你就是相信 那就很惨了 好了 另外 就是这个 虎主司 他每天 就在公园里哭 真是惨 他一开始 在记者会 就已经痛哭落泪了 他说他自己 本身 他自己都不相信 这些虚拟的资产 但是 他就说 他自己深信 陈怡 他还说是陈怡的忠实粉丝 那就惨了 那就惨了 他就 听他的节目 就被游说 入金了 买JPEG 他就说 这就是他人生 最错最错的决定 哇 真是惨了 当然 我不知道他买了多少 听他的口吻 应该不会少 肯定是十万 二十万 几十万以上 他就痛哭了 哇 是你 陈怡 握了我 去买币 我现在每天都在公园里哭 不敢说 连家人都不敢说 所以 他说 为什么做错的人 可以让他们逍遥 快活的呢 他自己都说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可以无端端被这些人 到处走的呢 因为我确实是的 我觉得 是不是 那些人 加了一百万保释金 到处走的呢 哇 应该 我觉得 有没有 亂让他们走 真的 是不是 还说去日本 之前 有些人说 去了英国 暂时我还没找到 但是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 找到他的蹤影 不过大家都有发现 其实这些辅助 很多时候 都是被拉了进去 这些WhatsApp群组 或者是 听了那些 风水师 陈师傅 又说什么什么师傅 那些名人 就说 名人有合作的 就不会有出事的 所以 永远都真的 不要相信 这些权威的效应 那些光环效应 被人堵了这些心理学的方法 进去 完全走不出来 也有 就好像 虎主B B小姐所说 当初听到 林卓 去投资 看了他的片 眼睛受伤 应该是做手术 林卓就说 入金非常划算 又如何有优惠 用他的优惠 买入了香港家路 和代识入金 买了JPAC的东西 又有VIPWhatsApp群组 引进去 买了20万之后 真的血盘无归了 做之前 他自己也说 投票不接受JPAC的科案 他说 有68% 这个平台说 有68% 是支持D.A.O.的持冠 分者分红科案 我之前也说过 如果你做这些分红科案 变成股东 就很惨 最后公司一万不得值 就一元也拿不到 按了很多次 都说不同意 但平台一定是欺骗你 或者是间接誤道理 真的叫你同意 逼你把JPAC的产品 转成所有平台币 有什么JPC 我听闻之前 有些人 放了Bitcoin 或者Mudcoin 进入JPAC平台 竟然哪个JPC都有 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些平台 看来真的没有什么保障 何况现在香港也登入不了 所以不怪陈仪去了其他地方 是否试试在其他地方登入 所以真的 买这些东西都要非常小心 想说一件最近 非常古怪的东西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陈仪最近 都一直有出片 说自己回来了 我不知道她回来了 什么意思 可能回到香港 她回到哪里 然后她竟然整段影片 不是用广东话来说的 她竟然用英文来 伸自己 如何救命 好像和世界各地 想说如何被迫害 所以我看了整段影片 她用英文来说的 其实英文 我看她是看着字幕来说的 所以正常应该 她应该是有人帮她写 或者她自己翻译得很清楚 但不要紧 我们以私私关心的精神 好像TVB 我们将整段说话 翻译了中文 小弟的英文也不算很厉害 当然有些英文 我也未必太听得明白 但我们尽管去看看 究竟她说是什么意思 她说 9月18日 什么事都没做 突然间清晨说 让五个警察 坐进她家里 然后指她参加这些 骑骗的阴谋 怀疑她是诈骗 把她家里的现金 包括信用卡 开门的车时 包括手袋 很多东西都被人拿走了 她说基本上 她所有东西都被人拿走了 就被警察拿走了 她说自己 连去厕所都有人监视着她 是不是怕她自杀 不知道 但是 那当然了 人家在搜查你 在厕所都怕你 突然间偷走 是不是 或者是否会 洗灭的证据 不知道 你只是怀疑 只是怀疑 全部进入她家人的房 调查了 全开了鬼桶 包括搜查她的办公室 然后她说自己交了100万的保释金 第二天就放出来 她说现在香港房 发生了什么事呢 你知道了 现在的警察不断搜证 是不是都去拘捕她 她说自己是一个 YouTube的influencer 即是影响者 即是KOL 基本上都是说上加密货币的教育 世界发展如何 鼓励人做商业的事 所以她说自己又厉害了 有22万的关注人 变成了她说她声语很好 突然间被证监要求她 要把YouTube上的加密货币的影片 删除 她觉得非常可笑 她就说 她显然对我提出的指控 就觉得和这件事有关 她觉得非常可笑 她说甚至没有合理的理由 就要控告她 所以她觉得 为什么突然说她是诈骗的呢 又没有实际证 她就觉得被人冤枉了 一切她说 都是从JPEG的平台 被人关闭开始 她觉得所有东西都一定是 证监会的说法 片面支持 她说 所以她就觉得非常惊讶 觉得为什么 这些平台 把所有的钱 搞到所有的钱 都拿走 搞到光同大吉 就肯定是证监的问题 所以 证监会也没有可信的证据 支持她的指控 所以她自己觉得一切 都说政府怎么说 就算了 所以她自己也说 是一个受害者 她就说 如果她是 拥有人之一 Owner 就是所有人之一 她一早就潜逃 走了 还站在做什么 所以她觉得 她为了保护她的明星 一早就应该要走 但她没有走 所以基本上 她觉得自己 完全不关于这件事 但是我自己想说 陈妍 你之前是帮这间公司宣传的 所以你也是有份的 不管你是否有Owner 你是否间接 去拥有好到 刚才所说的 ABC这些人 去买这些 库主买币 她就说 其他人 99%的人 被洗脑 不知道是你洗脑 还是别人被洗脑 很多人 很害怕 所以她希望用自己的能力 影响力 希望那些人 懂得这些东西 实际上 每个人 都是被排除之外 因为封锁了JPAC之后 所以她觉得这件事 非常疯狂 她觉得香港 又不能访问这些网站 大陆访问到 外国访问到这些网站 所以她觉得 一定跟这些网站无关 但是 就说 香港不是说 高度自由市场 怎样搞到这样 一尾便可以打压 我们这些 这些平台 打压我们这些 做生意人 所以她自己非常生气 但她说自己不害怕 她说这件事 背后的真相 看到背后的真相 有些人权被侵犯 说到自己是被侵犯人权 难道她是否想 外国做到政治庇护呢 不知了 因为她之前有传说 她很想去英国 是否想拿着BNO 是否走路呢 所以 她说 如果我能够说出这些事 她一定会面临报复 甚至身体上遭到伤害 甚至死亡 所以她说 我坚持说真话 忠于自己的乘路 揭尽所能 应该走的方向 所以 其实你看到她 她现在是否有想法想走路 真是不奇怪 是吗 她说到自己被人打压得这么厉害 是吗 当然 当然 我就不会帮她 伸张正义 说到自己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 似乎她肯定是身有事 我自己觉得 如果不是 你不会突然间 转channel 我说英文 是寻求外面的庇护 政治庇护 还是什么 不知道你是被什么迫害 说到自己 怎样怎样 但是 说到自己 怎样惨 受苦 但是 其实 你想想想 香港有多少人 有千多二千人 这刻 受影响 是不是 买了这些什么 当然不是每个人 是因为你的平台 但是间接你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士 你的一举一动 都影响了其他人 我听到陈怡也有卖 人家也可能因此而感 有信心 包括加密炮 做些什么课程 有什么高中低 收成四千多到九千多不等 那些人一参加 就上了 一万多元 是不是 所以呢 真的 很多人是因为 这些疲劳 被人疲劳式轰炸 销售JPAD 这些产品 就是上了当 当然 希望最终 那些库主能够 从文事上 数据 数据方面 可以索尝到 但是呢 现在 究竟这些 钱去了哪里 会不会 不法分子 走了老 那些钱就不出奇 所以这些都是 我相信 警方是 调查的范围之内 希望尽早这些东西 都可以水落石出 那 希望大家 继续跟进这件事 那 不要亂相信一些 权威 无论什么权威 都要自己理性分析 思考究竟 这些东西 对 还是错 哪些东西 适合自己投资 那 听闻这些库主 就会 和一些 议员 找到邓炳强 保安局局长 那些 会面 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希望大家 喜欢我的分享 那 希望这件事 可以尽快 查得水落石出 好了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不同理财投资的内容 下次再见 拜拜